車輛看起來 哇 也是還蠻多的啦 車輛真的也不算少 前面基本上也是沒什麼空位可以讓你 讓你直直走 大家遵守規則不是讓你違規用的 是大家都一起遵守這樣子才有意義 你看人家這種大車 操完車他就會乖乖回去啊 現在早上7點50 溫度29 夏天大概已經過一半了 終於涼多了 不然如果是再早一個月的話 這個時間可能已經32度了 車輛看起來 哇 也是還蠻多的啦 車輛真的也不算少 前面基本上也是沒什麼空位可以讓你 讓你直直走 前幾天機車去辦了一個小活動啊 代轉大富翁啊 就是抗議代轉 就抗議台北某個地方 本來不用代轉 先把它改成代轉 本來就不該有代轉區啊 為什麼要車種分流勒 應該是要車項分流嘛 直走你就走中間那一條 如果是三線道啦 直走你就走中間那一條嘛 該右轉你就走外面嘛 該左轉你就走裡面嘛 不管是機車 摩托車 大家該左轉你就是放在左邊 中間那個都直直走 你怎麼會去撞到 不會啊 最根本的原因是 車種分流啊 如果大家都照你 該去的方向走 早早就是 你要靠右轉你早早就靠外線 要左轉你早早就靠左 左邊然後全部都打方向燈 那這樣子 我是不相信 除了那種開車又 特別不專心的啦 機車撞到摩托車的機率是能夠高 那你現在車種分流機車撞摩托車 機率好像也沒有很低嘛 也是深不足在發生啊 主要是那個駕駛觀念都沒有改 當然啦有的人就是喜歡那種 有的人就是那種硬要差的那種有沒有 就是吃定別人都不敢跟他擠啊 大家遵守規則不是讓你違規用的 是大家都一起遵守 這樣子才有意義 這一台以前等一下會不會靠右勒 他前面應該是沒車了 靠右了 有車有慢車 給他過去好了 不然內線也過不去啊 內線那一台在那邊龜 我去了國外大概也只有日本而已啊 日本有車種分流這回事嗎 火車跟汽車啦有分流啦 摩托車 說真的我沒有特別注意到 日本人不太騎摩托車 又也是腳踏車 腳踏車就真的 跟 有動力的機械不能比啊 那個當然是慢人多 我就真的只能靠邊騎 你看旁邊 那個機車道上面寫的是什麼 機慢車靠右 所以機車會等於慢車嗎 不會嘛 機車是能多慢 而且正常來說機車的加速都還比 汽車快 然後市區體面你要 騎到 5、60 拜託 連腳踏車都能騎到5、60 還摩托車 高速公路 隨便一個白牌的也能上高速公路嗎 我說速度啦 哪一台白牌的沒辦法騎到60公里以上 像前面這個 這個大概多少 這個大概前面這台 Altice應該是105左右吧 有性能比較好一點的摩托車 開個 騎個105應該不是什麼很大的問題 我對摩托車比較沒研究 原諒一下 最少最少我知道我那一台表速可以騎到快100 對不對 我那一台是4萬的那一種最賤名版的喔 都能騎到快100了 那種花8萬9萬10多萬的 你跟我說你開不到100 騎不到100 那你多換的錢是花心酸的嗎 看那個雙避震就很爽嗎 搞不懂啊 應該有差吧 動力還是有差吧 當然雙避震是有它的用處啦 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其實是用不到 只是看起來爽 看起來帥這樣子而已 有兩根避震看起來比較好把妹嘛對不對 你看前面這個 跟前面離超遠的啊 這個應該有 150公尺吧 然後我相信這種閃他大燈也沒用啦 他就是要在這邊歸 可是最奇怪為什麼前面會有一台 大車啊 那台可以進來喔 我真的很好奇 那台為什麼可以在這邊 我還沒很大啊 這個應該是那種 比較大的發財車 大型發財車 我還考慮要不要超過這一台啊 因為前面 也是在慢慢接近啊 可是這一台就真的很龜啊 超過他好了啦 真的是 比較大的 小貨車啦 你看人家這種 大車 插完車他就會乖乖回去啊 然後像這種 再 再鋼條鐵條的喔 說真的我還蠻怕的 我會盡量趕快過去啊 真的我會怕怕的 那砸到不是 不是共生球的耶 你可能一次就GG了 那個東西那麼重 而且速度 剛剛那台應該有 80多90應該是有 掉下來真的蠻危險的 那個真的我看到我會怕怕 前面幾台車啊 前面我看到一台銀色 看起來是 馬 那個 那個不是 馬自達那一台叫什麼 靠腰 馬自達那一台叫什麼 Tribute 看起來有點像是Tribute 你看喔 中外線就是 其實 中外線的車的數量都比內線少很多啊 大家都是愛 大家都愛 開內線耶 真的是很奇怪 你看喔 哇 這一台實在是 這一台Sentra 離很遠 整排啊 你有沒有看到 頭上都綠綠的 內 內線那一排 你有沒有看到 整排都綠綠的 這群烏龜啊 頭上都綠綠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我覺得是有利率的啦 不然怎麼會這麼慢呢 外線都空的啊 你跟我說 內線沒地方閃 內線沒地方閃 外線這個空的是 啥小 不講我都有 我到日本了 一直到這裡才有車 然後內線就擠一堆 搞不懂 所以不是剛剛那一台Tribute 是後面的這台Sentra 因為距離的關係啊 壓縮起來 以為他們距離很近 其實沒有 Tribute的禮儀這一台 剛剛那台Sentra超遠的啊 超過這一台 哇這裡車子就真的有比較多人啊 可是每次來這裡 車子都這麼多啊 也不知道為什麼喔 有一個比賽 結束呢 等下 有一個比賽 會不會 這個 有一個比賽 有一個比賽 立場 這位對 有一套 是